好的,大家好啊,那个咱们现在到了时间,咱们开始今天的这个分享和交流吧 今天呢,这个开始之前呢,说两句这个废话啊 我是宋一鸣,是给大家呢,来这个分享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的这个展览 在12月份的时候呢,我去了一次这个著名的辽宁博物馆 然后看了这个展,非常的有感触 而且呢,当时就是为了准备在1月份,也就是这周的周六周日啊 原来计划这个跟大家一起呢,去这个辽博看这个大展 这可以说是一个现象级的大展啊 但是,呃,这次展览呢,这个,呃,没有办法 天,天不随人愿啊,这个疫情的发生 所以阻碍了我们所有的这些,呃,这个安排和进程 那么,但是这个展呢,说,说句老实话 如果不去的,不去看的话,是非常遗憾的 那么,既然,呃,当时呢,等于我先,先走一步 先看了一步,那么,呃,这样的话呢 这个,也把这个看,看过这个展的这些,呃 这些这个感受吧,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呃,看不到直播 嗯? 好的,也把这个感受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然后 这个呢,就是山高水长 这个当时这个展览的,呃,这个一个主要的题图 这个题图当中呢,呃,原来没有这两个人物啊 韩瑜和柳东元 那么我呢,这次呢,是把这个 韩瑜柳东元这两个人物的画面呢 给加上来,而且还是,呃,我自己感觉还是,还是没有违和感 还是挺协调的 所以这个就是,呃,因为已经去上第一次呢,呃,在12月29号的时候 给跟大家讲了一次 这个,这个辽伯的这次这个,叫做,呃,这个山高水长这个展览,为什么要去辽伯看 主要是因为辽伯呢,在我们的这个清宫的文物当中啊,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就是因为,呃,这个紫禁城的这些文物呢 在清代的时候,可以说是中国的,呃,自画呀 这个珠宝啊,这些,呃,文物的一个极大城都在紫禁城里头 但是满清灭亡之后,呃,溥仪呢,在紫禁城里又住了一段时间 住了这十几年当中啊,就会把一些最珍贵的,尤其是自画的作品 以赏赐给他的这个弟弟啊,呃,卓尔普杰这些,呃,名义呢 偷偷带出宫 后来呢,这个,呃,维满洲国时期啊 溥仪呢,就把这些自画呢,带到了长春 等维满洲国,这个,呃,在二战以后,失败以后呢 溥仪准备从沈阳机场呢,逃往这个日本的时候 被这个苏联红军给拦下了啊 也把他随身带的这些,呃,这些宝 这些这个珍宝呢,就给扣留了 从此呢,留在了这一部分最珍贵的 没有被溥仪带到日本去的这部分 这个主要是自画啊 留在了辽宁省博物馆 还有一部分呢,他代不,因为他代表那么多嘛 逃跑的这个时候 所以还有一部分呢,留在了这个吉林省博物馆 那么所以这个辽宁,辽伯和这个吉林省博物馆呢 他们呢,就是可以说是有着跟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 呃,相当的分量 有的时候甚至说 这个,这辽伯和吉伯啊 这两个博物馆的这些藏品呢 甚至这个价值会更高啊 所以呢,到了这个辽伯呢 可以说是一个宝藏 但是并不是说你去了 沈阳去了辽宁就能看到他的镇馆之宝 只有在这种现象级大展的时候啊 我们才能够得以这个一见 有的时候要两三年 他这些这个镇馆之宝啊 才能够见到 所以上一讲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听一下这个回放 这个29号 也是在咱们岳屋派这个直播间里面 那今天呢 我们既然去不了 就暂时哈 至少这个这个一月份吧 沈阳也好 这个北京也好呢 都是受影响 受这个疫情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既然展示去不了呢 那我们会用 今天21号和28号连着三个周四啊 咱们把这个唐宋八大家啊 就是我看展和这个 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整理的一些内容呢 跟大家一块呢 分三次做一个分享 第一次就今天 咱们就讲韩玉柳宗元 因为这是这个唐代的两个大家 后面呢 宋代的六个大家呢 咱们下一讲呢 讲 呃 欧阳修 这个王安石和 曾谷 再下一讲呢 这个第三讲呢 就是三苏了 啊 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 呃 这么一个分配 啊 这个呢 就是 呃 韩玉 啊 这是柳宗元 这两幅画啊 都是清代 清代的这个画家呢 呃 也是 也是这个故宫的这个藏 藏品 清代画家呢 给这个唐宋八大家 做的这个绘画 啊 左边的是这个韩玉啊 右边的是柳宗元 好 那么既然讲这个唐宋八大家 那么首先呢 呃 呃 上次已经讲了一部分 首先就要讲 他们为什么 为什么把这八个 这个时间相差 几百年的人物呢 这个合在一起 主要是因为他们一块呢 做了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对中国的文化 对中国的呃 甚至说不光是文学啊 对中国的文学文化 甚至说对中国的文明进程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个影响 这个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古文运动啊 说是古文运动啊 其实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 原文 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呢 指的是三代 就是这个呃 这个这个先秦啊 包括这个呃 秦汉的时期啊 这个时候的这个呃 古代的文字啊 古代的文学 那个时候呢 文学呢 比较呃比较质朴 但是呢 到了东汉以后啊 就主要是流行的是 平文 那就追求华丽 千巧啊 追求这个 对账啊 所谓平文就是四六句 就是一句四个字 下面一句六个字 再一句四个字 再一句六个字 所以它的格式上呢 非常的严谨 当然平文也非常优美啊 有很多优美的这个 这个文章 但是由于它在形式上 太固化了 所以呢 反而影响了这个文学 就是 说 说白了 就是这个文章啊 呃 这个 只是注重了华丽的外表 基本上不说什么实事 所以呢 呃 发展了这个几百年之后 这个平文啊 呃 美 美归美 但是呢 它已经很不实用了 所以到了唐朝 中期啊 尤其是安史之案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唐朝呢 在中国是一个 呃 文化 经济 各方面都是非常强大的 这么一个时期 所以呢 这个到唐朝的时候呢 呃 这个 在文化上呢 就兴起了一个文艺 就是相比啊 跟比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可以说异曲同工 这么一次运动 其实也是复古 但说是复古呢 实际上就是 反对当时的这种 华而不实的 奢 奢 这个奢靡的这种 文风 呃 所以呢 就是搞了一个 这个古文运动 这个跟西方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啊 是非常的 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啊 当然了 不仅仅是这个 呃 从这个他韩裕开始的 从这个唐总巴大家开始 而是 而是在这个平安文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啊 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 到了隋唐大一统的时候 隋文帝本身就是一个简朴的这个皇帝 他就提倡这个文风的简朴啊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就是一两个皇帝啊 光提倡还不行 因为文风啊 是整个社会风气 整个知识分子当中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一种风气 不是靠一两个人 甚至不是靠一两个帝王 就能够扭转得了 啊 所以 所以这也可见啊 就说 呃 韩裕 柳松原 他们所开创的这个古文运动 其实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 非常坚心的 呃 这里呢 还提到唐太宗 唐太宗啊 跟隋文帝啊 正好相反 隋文帝是一个隋朝的开国君主 唐太宗呢 是唐朝的 呃 这个 而且可以说是 这个最有这个作为的一个地方 整个唐朝最有作为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他虽然在这个文治武功上 非常有作为 但是在文风上啊 其实他写文章也非常好 右边这个呢 就是一个叫大唐三藏 圣教序碑啊 圣教序 这就是唐太宗自己写的 而且呢 是写的就是一个篇文 四六句 而且写的非常的好 那么呃 这个 这些字呢 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啊 他是 这个 呃 沙门淮人 淮人 沙门就是和尚 淮人 即 近 这个 王羲之 就这些字啊 是这个 他把唐太宗写的这个 大唐三藏 圣教序啊 这个原来 原来是楚隋良写的啊 他这个 这个怀人呢 他就 觉得楚隋良写的字 配不上这篇这个 这篇这个文字 他呢 就提了 王羲之 因为王羲之是 尽头的 是在这个唐朝之前 那不可能 王羲之来写啊 那怎么办 就这 唐太宗特别喜欢 王羲之啊 就把这个 王羲之的字呢 所有的字 找来 去 来这个 一个一个队 甚至把字 拆开 就是有这个 不同部首的 字拆开 然后再重新组合 花了多长时间呢 这怀人 这个和尚 花了25年的时间 终于凑 凑出了这篇 这个大唐三藏圣交序 这个大唐三藏 就是玄藏 玄藏法师 所以也是唐太宗的 时期啊 西天取经 到天竺去 这个 求佛法 所以说呢 就是唐太宗呢 记录了这么一件 佛法上的盛事 然后呢 怀人呢 又把这个 又用王羲之的 这个书法呢 把这个 把这首 这个 把这篇文章呢 集了一个 集了一篇这个 这个 这个圣交序 而且刻成碑 这块碑呢 就放在了 这个法门寺 这法门寺也可以 这个 陕西的 宝基的法门寺 这个法门寺 也可以说是 皇家寺庙了 所以 这次呢 在辽博展览呢 也把这块碑的 这个踏本呢 在这个辽博呢 有一个展示 在唐太宗的时候 就初唐时期啊 这个 还有初唐四节 就这些 初唐四节 他们呢 也是 开始了这个 呃 就是 开始了反对 平文 啊 但是呢 呃 还没有正式 像韩瑜这样 发起古文运动 但这个时候呢 已经开始对平文呢 有了 一种批判和反思 比如这个 这是下面 我 写的 这是 呃 杜甫 杜甫的一首诗啊 叫 王阳 卢诺 当实体 清博为文 沈未休 耳曹 深与明俱灭 不费江河万古流 啊 这个很有气势的一首诗啊 这个 王阳 卢诺 就是 王博 杨九 卢兆林 洛宾王 这就是 初唐四节 唐书四个最杰出的诗人 啊 他们的文章啊 就是用当时的这个 当时的文体 被 被这个当时的 这守旧的文人 守旧是守什么 守这个平文 就认为是清博为文 所以呢 就嘲笑他们 一直是嘲笑他们 沈 沈是嘲笑的意思啊 沈未休 但是呢 如果等你们这些 这个 二曹 就你们这帮人 你们这帮这个 守旧的文人 死了之后 你们的名声啊 因为你们的身体 就一块都 都消灭了 而 亡羊如诺 初唐四节 他们的 声明和文章 和这个 诗篇呢 将是 不费江河万古流 就会永远流传 所以这是杜甲 当时的一个 一个态度 对这个 初唐四节的一个 一个褒奖吧 但是说实话 初唐四节的时候啊 他也是文字非常美 但是呢 也是他们擅长的啊 比如说像王博 大家很熟悉的 这个 藤王俄序啊 落霞以 孤雾其非 秋水 共长天一色 非常美的 这个一个文字 但它其实不是诗 它是文 所以说 即使是初唐四节 它是文章啊 即使是初唐四节 这些 这样这个 这样的这个 名士呢 他们也还是 虽然反对 平文的这种 过分追求 这种华丽优美 但是呢 他们也脱不了 这个苛旧 但是毕竟 从这个时候呢 已经开始了 对古文的一个 复兴 后面还有陈子昂 陈子昂 大家很熟悉 这右边给出了 我这个放了一个 最杰出 他最著名的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出创然而泪下 那么这个 这首诗呢 有人说是陈子昂 自己登幽州台 幽州就是当时北京嘛 有人说 他是陈子昂 自己的这个 登幽州台时候 发的一个感慨 也有人说是 他死后呢 别人把他这个 把他的诗作 集成集的时候 写着一个前言 不管怎么说吧 反应 反正反映了陈子昂 当时 为了报国 为了报国无门啊 在幽州台 他想去这个打仗 但是报国无门 人家这个 领导不让他去 所以呢 他这个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既是对景的描写 也是对自己个人 人生境遇的一股感慨啊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然而泪下 所以那种 天地之间大我的那种感 感觉 他就能通过 短短的几行字 展示出来 而且这几行字 大家看 既不是诗 它不是诗啊 因为前头是五个字 两个五个字 两个六个字 所以他跟后头 这个五言七言 都不一样 但是呢 他反映的 不再是那些 像大唐三藏 圣交序 那就是歌功颂德 树碑立传 是这次评文最擅长的 而且也是当时那种文字啊 就出唐时期 这个文学干嘛使呢 文学有什么用 就像我们今天 老在问历史有什么用 呃 这个文学有什么用 呃 哲学有什么用 其实当时的人 就就已经在问这个问题 那么最简单实用的 有两个用途 一个是树碑立传 周公穷 奉德 对吧 会像这个 给这个玄奘 玄奘法师 那这么千辛万苦 当然应该 皇帝都觉得应该给他树碑立传 啊 所以当然要有一篇最优美的 不管是文字 还是书法 都应该是最优美的 所以 所以他是适应了这么一个潮流 还有一个呢 文字的用途 升官发财 科举嘛 因为从唐 唐隋 隋唐末 隋唐末 隋唐时候就开始了科举制度 哎 靠这个文章 选拔知识问题 出来 入室 做官 所以文章啊 就有这样的用途 但是呢 到了韩玉这些人 的时候 他们觉得 不应该这样 文章的作用 文学的作用不是如此 不是这个树碑歌功颂德 也不是 游须拍马 更不是升官发财 而是干嘛呢 文以宰道 文以明道 啊 这个就是 宰道就承载道 这个文字不是承载 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 而是承载着 道理 道德啊 当然最最初的说话 不是说道德 主要是道理的事 就要说 要说事 不是那个光是一种 音韵啊 韵律啊 因为 比如说 这种 呃 有韵律的东西 像 诗 词啊 诗歌啊 这种 都是有 有音律的 所以他们是 有的那种优美的文字 而散文 文章啊 作为独立的文章 应该是说事的 说道理的 所以就是 这 这个宰道和明道 这最早的是韩瑜提出来 而且他还提出来 更多 到今天 我个人认为哈 可以说是 呃 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甚至说 镇龙八粿 叫误趣尘言 慈必己出 什么叫误趣尘言 就到今天啊 我们有点这个知识 有点 有点学问的人啊 都要经过 本科硕士博士的这个 呃 考试答辩 那你都得有隐文啊 有注释啊 你没个上百条的隐文的话 你基本上过不去的 这些隐文是什么呢 就是前人的 这个 这个陈述啊 所以 但是韩瑜提出来 误趣尘言 慈必己出 就是 这个词 即使你是隐经俱解 即使你是这个 黄征伯隐 但一定要用自己 你自己的话说出来 而不要去借别人的嘴 就说出来 啊 所以这个话呢 我觉得到今天呢 对于我们 维文写文章 还是有着很强的 这个 呃 很强的这个 呃 促 督促的这个作用 好 那么 刚才呢 简单介绍了 这个古文运动 那么现在呢 啊 介绍一下这个 第二部分 韩瑜 韩瑜 这个叫文起八 刚才已经说了 韩瑜 开始这个古文运动 这叫文起八代之衰 什么意思啊 文是指的这个古文 就是文学 是从韩瑜开始 八代之衰 这就说平文啊 流行了八个朝代 哪八个朝代呢 汉 因为它是从东汉开始的 汉 就是文学 这就说平文啊 因为他是从东汉开始的 汉 魏 晋 魏就是曹魏 这个曹操创 魏 魏朝 那这个 汉魏晋 啊 然后送其良臣 啊 这个 这个南北朝是送其良臣 然后隋 到了唐代 已经是平文流行的第九个年 第九个朝代了 哎 到这个时候 这个平文呢 已经是 呃 一种腐朽的这个文字了 所以呢 韩瑜呢 这个 他从这儿 开始了这个振聋发聩的文旗 这个这个古文运动 所以一扫之前的这个 这个衰败的这种风气 平文的这种风气 所以这句话是谁给盖克服务的呢 是苏东说 也是唐宋巴达家之一 宋 宋朝的这几百年之后啊 给韩瑜做的这个盖冠定论 我觉得非常的 呃 精准啊 非常的精准 所以所以说韩瑜能够排名 在唐宋巴达家 大家巴达家之首啊 除了因为他最年长之外 更主要的就是他开启了 一代文风的这种转变 当然了 就为什么唐宋巴达家呢 就是文风的转变啊 包括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 不是一处而就一朝一夕竟能完成的 唐代从韩瑜的公园开始之后啊 呃 到了唐灭亡的时候呢 这种奢靡出华的这种风气啊 又回去了啊 尤其是到北宋初年 又回去了 所以到了这个欧阳修啊 这个时期呢 他们又重新举起了这个这个古文运动 这个旗帜 韩瑜柳公园的古文运动这个旗帜 等于又在宋代的时候又开始搞一次文艺复兴啊 所以呢 才奠定了 就正是因为有这两次的文艺复兴 才奠定了唐宋 这种熊唐亚宋 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 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地位 呃 说实话唐诗宋词是他们的 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衣裳啊 这个外表 而这个散文唐宋巴达家的这个 这个散文 因为他是文艺载道 文艺名道的 啊才是他们的这个内里内核啊 那我个人这样理解啊 刚才说韩瑜 韩瑜啊 跟柳宋 韩瑜这个人有点这个 用现在话说啊 有点这个倒霉啊 他去生来 就他也是 其实也是世家子弟啊 他不是贫苦人家出身 但是呢 他这个生 生在这个安史之乱 这个战乱的战乱时期啊 战乱之后 所以呢 从小呢 他的童年非常困苦 三岁丧父啊 他他这个 呃 然后呢 他就跟着这个 哥哥嗓子一块生活 结果九岁的时候 他哥哥去世了 其实他是 从小啊 被嗓子 这个带大的 所以而且呢 他的嗓子呢 啊这个 供养他这个生活 而且读书啊 而且学成了一代这个 这个 嗯 他是一代文豪啊 啊 所以说他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到他18岁的时候呢 又投奔这个 这个族兄 因为安史之段之后啊 这个 唐代啊 这个 各地也都是 这个割据 这个节度史啊 割据林里 他的一个族兄呢 在一个节度史手下啊 还有一定的职位 他为了出人投地 就去投奔这族兄 但这个时候已经青年时期了 18岁了 结果呢 投奔是投奔到了 但是呢 第二年这族兄啊 就去世了啊 所以这个 族兄就是他堂兄了啊 所以也没有得到自己家人的关照啊 这个 这个 韩裕呢 也不能靠自己的这个 这个家族的这种关系 所以有晋升之阶 那只能靠科举啊 因为这个时候 人才还是有 有这个科举的这个途径嘛 但是呢 科举也非常不顺 四次考进士科啊 就第四次才得中进士 为什么 因为他既然 我们能 之前能看到他的文章 看到他后来他做到很很大的官 那他为什么考进士的时候考不上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文封 他不 他这个 不愿意让 就是被规定的这种文体 考试的文体 不愿用这种华丽的歌功颂德的这种文章 去参加考试 别人都已经按这种方式啊 这个进入科考已经 已经很长时间了啊 但是呢 韩玉就是坚持做自己的自己 坚持做自己的文章啊 所以呢 他一次考不中 两次考不中 到最后第四次进入科 他考中了现实 当然他不是很大啊 年纪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 他比像柳东元 柳东元很年轻就考上了啊 所以他这个 虽然比柳东元年长 但是呢 他基本跟柳东元同时 这个考同朝为官 考中进士之后啊 他考过三次这个薄熙红刺科 薄熙红刺科呢 呃 这主要是考文学啊 文才啊 就是 因为进士主要是做官 薄熙红刺科呢 是后来到了后等朝代叫恩科 但在唐代的时候相对有个多一些 就是等于家世 家世一些文艺啊 家世一些 这种 呃 有点像现在的艺考 但是呢 他等于也是为了选拔这个 更高级的这种多才多艺的这个官员 有多 呃 这韩玉参加了三次薄熙红刺科 都这个 以失败告终 所以说啊 这个 韩玉呢 呃 有点倒霉 童年非常困苦 三岁丧父 九岁丧兄 十八岁 他独兄 十九岁的时候又去世了 会沾不到自己家族的一点光 参加的科考呢 虽然考中了进士 但是前后七次啊 也都是可以说非常艰辛的一个历程 哎 这个呢 是一个照片 这是我在在现场拍的照片 我觉得这次展览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们把每个人的代表作啊 都给列了出来啊 当然就是 嗯 不止这些哈 但是据说是 他是仿照中学的这个课本 还得背诵啊 背诵这个全文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几篇文章当中呢 可以找到啊 因为今天咱们就讲韩玉和柳公园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代表作当中呢 来看看这两个人 他们的呃作品 也能看看他们的这个呃 人生他们的作人 啊 这是 呃 这个咱们 拉回来啊 这是这次展览当中的一个 一个 可以说是 虽然算不上镇馆之宝吧 啊 但是呢也是难得一见的宝物 这是北宋 徽宗 赵吉 王继 关马中 但是这个跟 我们上一讲讲到的 呃这个瑞鹤图不一样啊 算一讲讲到瑞鹤图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翻一下12月29号 啊 这个 这个 山高水长 这个这个 也是我在八点中讲的这个 他有个瑞鹤图 那是赵吉的真迹 而这个呢 有一个传字就是 传说是他的 但是不能肯定 那么所以这个 这个的就打了一定的折扣 呃这个王继是谁呢 王继啊 其实就是一个伯乐 他是这个曹魏时期的一个 一个这个将门出身的 他特别擅长看马 呃所有人有这个马呀 呃有什么问题 他不是看病啊 就是看这个能像马 就是就是这个 是不是 所以他跟伯乐一样 是不是千里马 他一看 就能看出这个症结所在 毛病所在 有一次啊一个人啊 把这个很好的马 拉过来说这马出身也好 这个各方面都好 但是就是不不爱跑啊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这王继呢 碰都没碰 拿眼一凉 那就说你把马身上那块 这个 这个挡泥挡泥的这个垫子 这挡泥布啊 就是在马鞍子和马身体之间啊 还有一块这个更大的 能够把这个骑马人的腿啊 能够挡不上 不让你建上来的这块 这块布给摘下来 这一摘下来啊 这马立刻这个剑步如飞啊 所以呢 这个大家都说啊 这王继啊 这个关马 王继这个看马 神了啊 就是一个 当代的这个 就是活着的一个伯乐 所以呢 这个这幅作品 就因为是 清宫的这个藏品 也是土仪在逃往日本的途中啊 这个随身准备带走的 但是没有 大家可以看到啊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 我没法放大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画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幅画 那为什么把它放在 这个 这幅画呢 就是在韩瑜的这个 这个人物介绍的 声评介绍的这块出现 为什么放这么一幅 呃 徽宗造极的这个 一个王继关马图呢 就是因为 韩瑜他的一个作品 代表作就是 马说啊 就第一个 咱俩很熟悉 是有伯乐 然后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故虽有名马 只辱于奴隶人之手 前死于草力之间 不以千里成有 我就不 不从头面下去了 说这是写的什么呢 说是写马 其实呢是写人才 人才制度 写的是伯乐 就真的只有伯乐 才可能有千里马 没有伯乐的话 我们这些千里马 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韩瑜在年轻的时候 寓意不得志 所以他用了一篇 非常短的文章 这是全文 哦 列出的是全文 非常短的文章 说了一个非常深的道理 同时 他的这种 寓意不得志的这个 这种感受 心态 用这么短的文章 到现在一千多年 我相信啊 这个屏幕前的您 可能也会有很强的同感 对吧 就是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就是我们过了一千多年 我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我们的情感 当年的这个知识分子 和今天 要想有所作为的这些知识分子也好 年轻人也好 他们的这种 对社会的这种态度 对人才的这种 对制度的这种态度 包括这个所思所想 包括寓意不得志的这种 郁闷的心情 竟然是完全一样 能够相通的 能够有这种 心 息息相通的这种感觉 这通过这个文字 通过这个屏幕上的这个文字 那所有 所以我再念一下 侧之不以其道 识之不能尽其才 明之而不能通其意 直边而临之 曰天下无马 天下没有 没有人才 乌乎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 所以说 有伯乐之马 识马才是 一个良性的社会发展的一个 呃 这个 这个必须要有的 啊 这是马说 然后我们再 看一下 这个下一篇 诗说 古之学者必有诗 诗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诶 这就是韩瑜的这个 他用很少的文字 能够 解决特别深的道理 就是用很浅显的文字 能够解决特别深的道理 所以叫文以伞道 啊 他就讲老师干嘛的 传道 传道 就传播 传授道理 授业 教你手艺 教你一门记忆 像很 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 觉得这种什么 呃 中专中继 那就是授业 你有了这门手 已经饿不死了 你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对 韩瑜也是在这里做了解释 就是解惑 解答你人生当中的疑惑 啊 不是书本上的疑惑 解答你这个人生当中的疑惑 这才是老师的作用啊 人非生而知之者熟能无惑 你怎么可能没有疑惑呢 没有疑惑的人是什么人呢 肯定是蠢人啊 啊 对吧 所以呢韩瑜用很短的道理 把这个师和生的这个 师生之间的关系 老师是干什么的 到今天为止 我们社会发展了 这么一千多年往前发展 我们都认为社会是往前发展的 从来没有人 没有多少人认为社会是在倒退的 但是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 人才问题啊 在这种教育啊 在这种这个 他这里其实提出的不是师道尊严的事 而是就是老师是做什么的 啊 其实跟韩瑜的时期啊 没有区别啊 所以说 只能说韩瑜有这这种 非常能够穿透 穿透时空的这种洞察力啊 呃和和和把他这个写出来的这种啊 文学能力啊 所以说这这是我又宽插的一个这个 这个唐宋八大家 这是在辽博很现代的大厅做的这一个 呃做的一组这个主题的这个墙 所以这个辽博呢 不仅仅是有有内容 而且呢他就能够把这种形式做出来 而且呢他这种形式能够感觉非常大气 呃就是有美感大气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所谓现象级大展的一个必须的 第一要内容第二呢要有形式 第三呢要有感悟 这点我觉得正是因为有感悟 所以我才推荐给大家 所以才希望大家呢 呃如果疫情允许的话哈 就是回这过去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能够这个去亲自看一眼这个这个展览 会比我讲的呢精彩的多的多 嗯 好 这就是进入到这个韩瑜的这这篇文章哈 叫建阴佛无表 我先念一下 汉明帝是持有佛法 明帝在位才十八年 这不用翻译啊 就是明帝有了佛法的时候才十八年 其后乱亡将继运作不长 宋其良臣原位以下 是佛见景就是 对 各位佛呀更加的恭敬了 但是年代有祖 就是他们存在的年代更短了 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 前后三度舍身是佛 前后三度出家啊 宗庙之际不用升劳 晝日一时就每天吃一顿饭 至于菜脖是吃醋的 其后竟为侯景恐逼饿死开招 这结果被一个宦官逼着就饿死了 国一寻灭 国家也很快就灭亡了 是佛求福 乃更得祸 由此观之佛不足 这个 这是节选啊 这个建英佛物表非常长啊 从从头解到这个最后 为什么呢 这也差点给韩玉带来杀身之祸 所以这个我们要呃 刻意讲一讲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佛谷啊 这个就在法门寺 这是释迦摩尼佛的手 手指头的这个活舍利 在法门寺 这是当年这个印度的阿裕王 为了传播佛法啊 就分送送给这个世界各国啊 其中呢 这个这个佛职骨手里啊 这个送送给了这个这个中国 结果呢 法门寺是唐代的这个皇家寺院啊 所以就就存放在 存放在这个法门法门寺里 唐代的时候呢 每30年一开始 不是说你什么时候想去就能看的啊 这个这个佛谷舍利啊 这个是是最高等级的这个 这个 最高等级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真真物了 所以呢 每30年才会开一次 这回呢 到了这个唐县宗的时候啊 韩瑜呢正好 韩瑜已经被大过一次 被被贬过一次了 这是再又重新启用 重新启用呢 当这个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就专门提 提这个建言的啊 提这个建议的 那么韩瑜这个 这个 他呢 就听说这个唐县宗啊 要迎佛谷 这个佛谷 法门寺开了 就过30年开 开一次门 开一次门呢 这个 这个唐县宗不是要去看 而是要把这个 佛谷舍利啊 迎到自己的皇宫当中 供奉三天 然后呢 这各个皇宫大臣呢 都争相呢 去需要供奉这个佛谷舍利 而且就像大庆一样 闹得这个沸沸扬扬 有的人甚至要烧顶 就是就自己要出家 烧顶断壁 也要这个 也要这个供奉这个佛舍利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韩瑜呢提出了不同意见啊 就提出了这个 就说这个佛谷啊 你看看这个 从汉明地的时候就有佛法 结果呢 他们信了佛法之后 反而这个 这个国作不长 但是呢 像这个先秦啊 动不动就是 就是几百年啊 那个时候没有佛教 那时候佛法还没听说过 但那个时候你看这个多好 所以呢 他就他就得出结论 就是佛啊 不用去 不用去那么 那么去拜 那么虔诚的去拜 但是呢 都说这个佛舍利有有法力啊 韩瑜也说了 如果这个 释迦摩尼佛死了千年了 他的这个 他的手指头还有法力的话 那么如果他能够这个兴师问罪 能够能够这个 降下一些灾祸的话 那么请求全降到我韩瑜一个人头上 我来顶顶这个事啊 这个皇上不用不用这个 不用不用担心 所以韩瑜他是 呃 我们不说 从宗教角度 不说他这篇文章的观点对不对 但是呢 他能够表现出一个非常 呃 铁骨铮铮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他自己上这个表的时候 他都知道 有可能这是一篇死见 就是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古真 这唐献宗的反应 他就说了唐献宗的这个原话说 玉 叫韩玉嘛 玉言我奉佛太过游可中 就是他觉得我对佛啊 太信奉了 这还可以容容忍 但是他说从这个汉朝以后 天子都是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夭折这个短命 那这哪有人臣是这么说话的 狂妄感耳 固不可赦 这真是把这个皇帝给契极了啊 就是当时又动了杀这个韩玉的心 但是呢 韩玉有才啊 而且这个 这个所有很多大臣呢 给他求情 最后呢 还是这个 呃 国命被贬被第二次又被贬官啊 所以说 这就是韩玉 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三 这个这个三品大员 你这个在朝为官三品大员 但是呢 他不认为 他他就不认为自己这个做这个做到这样的大官呢 就是 就就要比如说一味的奉承皇帝 或者说是迎合这个这个皇帝的这个想法 而是呢他的观点当中啊 信奉的什么呢 叫文死贱 五死战 就是文官 我就应该以死相见 如果我看着觉得不对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对国国家设计 不好的这个事情 我就要以死相见 这才是我作为文官 作为知识分子 应尽的职责啊 和道义 就像五官 以死去拼 就战死相抢一样啊 所以叫文死贱 无死 呃 无死战 所以这是他的一种 这是他的一个信条 而正是这种信条呢 这个可以说 可以说是 呃 使得韩裕啊 不仅仅是他的文垂前五啊 正是他的这种 这种知识 呃 这种这个为官之道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叫 仕途和人生 这种为官之道 我觉得至少在唐宋巴大家 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 呃 官员的这种使命感 尤其是从 呃 从韩裕 从后来的这个呃 王安石啊 苏东托啊 这些人身上 我们都能够 感受到 唐宋巴大家还有个特点 除了他们都是大文豪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都被贬官 一次一次的贬官啊 所以呢 但是呢 尤其是最贬的最凶的就是苏东托啊 一贬再贬 而且越贬越远 到最后到海南 现在海南都不是很发达的地区 但那个时代 一千年以前啊 啊 所以说 这也是 这个我在这里说 他们的文章 不光是他们的文章 文出现在 之所以这些这么多人帽 带着口罩啊 帽着这个疫情的风险 这个蜂拥而至啊 确实 这个如果没有疫情 这个这个大党肯定是要限流的 肯定是限制人来观看 这是平日 我去的时候平日 因为从来不再周末去看展 那可以说呢 大家 不光是冲了他们的这个文章啊 虽然可以 想见大家都是文学爱好的 更主要的是 敬佩他们的这个人格魅力和人品 所以这才是 我们要 想这几篇文章 拿了这几篇文章来 说他们的事 说他们的为人 好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 这才是这个 这个 呃 真的 这才是一个珍宝啊 底下名字写的很 很一般 叫东晋 艺名 海书 曹娥雷斯郡 我先说一下的艺名 先说一下东晋啊 这是东晋的书法 所以说一篇书法 真记啊 因为这盖买了很多印啊 这不是 不是这个房 房底 那些 呃 提和拔 写在前面那是提 写在后面是拔 包括他们 一些鉴赏的印章 这不是我们通常所在清宫建的 都是什么乾隆之印啊 什么武器天子啊 呃 这个 这个巴针茂念 不是这些印 而是这些都是唐以前的唐代 就光唐代的这个 这个 这个鉴赏留下的这个印记啊 就有18个人之多啊 所以呢 这是呃 这是他的这个 东晋流传下来的这个墨迹 已经非常非常少见了 第二个呢 这个通过一 一个一段拔文呢 可以看出来这是在王毕之活着的时候 就有了一篇这个书法作品 所以说呢 当时认为这是王毕之的真迹 大家知道那王毕之的 南庭集序 是 还是 那个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这个原原文的 所以这个如果是王毕之的原件的话 那不得了 这个作品不得了 不过为什么我们就用艺名呢 是因为在 南宋的 宋高中 赵构 赵构的时候 这就是把那个十二道金牌 把这个岳飞 给那个 呃 斩首的这个 风波亭斩首的这个赵构啊 赵构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书画现场大师 赵构的时期啊 就最后见见 是这幅字 不是不是这个这个 呃 王毕之的字 所以从那以后呢 现在只能用艺名 但是 你可见这幅字的这个 呃 水平 可以是 能跟王毕之相提并论的 但这字啊 说实话 他是这个 眷心啊 这个黑乎乎的 因为年代太久远了 而且残破不堪 呃很难看出来 我有 网上有放大的这个 这个图片 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 就是叫曹俄类词卷 呃 但是呢 他的这个文物价值 和艺术价值非常高 他写的是什么呢 他可以说是凯书发展到最高峰 就 呃这个凯书的这个 呃高峰时期啊 那么曹俄类词是什么意思 曹俄啊是一个人 是个孝女 他爸呢 这个落水而亡 这个 他爸这个落水了 他呢 就沿着河啊 呃这是 呃这是 汉汉朝时期 沿着河去找他爸 结果没找到 没找到呢 自己投降而死 啊你也是溺水而亡了 所以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孝语 呃这个孝经的一个 一个 这个 典故啊 所以呢 就被后代呢 所这个传承 累词 就是道文的意思啊 这个这个 就是写的 写的一篇这个纪念 这个曹俄的一篇道文啊 其实这就是 所以魏晋时期啊 那时候文学很多的时候都是 这种这个叫 叫树碑栗传吧 这就是 其实是给这个曹俄树碑栗传 但是这个为什么要讲韩语的时候突然插这么一个王羲之的这个呃这东晋的这个曹俄传呢就是因为大家把这个上面最中间这个如果有机会啊就还是得去现场看最中间有一个可以放大放大呢有一个韩语曾经呃收藏过或者说是见赏过这这幅字而且呢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这个印记而有退之两个字 韩语自退之欲是往前进多啊那么他的字呢就是一户补了退点啊往后退点所以呢韩语自退之 所以这有这个退之这两个字就是在他上这幅啊卷心的最上方黑乎乎的那一片啊大家到放大以后呢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这个可以看到这个韩语的这个证据这是韩语留存在世这幅字不知道是王是不是王羲之的但是韩语留存在世的唯一的这个手记就是在这个曹俄传院上啊所以这个 呃这幅作品呢也是一个西式真品大家呢只有到现场去看才能够感受到这样的这个很难得一见的哈他呃我看网上也有些文章大概几年才能够在不同的博物博物馆出现那么一次 好这就是我就又穿插着放一些这个辽薄的这个内景哈就是很现代的一个 这个限制啊这是这是外景 外景好这个韩语呢就讲完了这是一副现代的油画呃我们下面呢该讲这个柳公园 那么呃我我记得上一次呢我给大家出了一个小游戏哈一个小题目就是猜一猜这这是 猜一猜这是都是呃都是谁这肯定唐宋八大家了啊所以呢我在这里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 呃上次已经揭晓了一次了啊这次再说一下中间C位因为八个人嘛所以C位是两个 这个帽子有这个官刺儿的是欧阳修第二上呢是苏氏 因为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八个人呢都是呃 这个宋朝占了六个吧所以这个欧阳修因为是呃苏氏苏哲包括曾武的这个这个 这个武好官啊也叫恩施了啊所以呢他当然是这个整个宋六家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 然后这个最右边的是当的官最大的因为只有当官大的才用这个呃 呃冒刺儿啊这个就翅膀嘛冒刺儿 为什么呢这也可见这个宋代啊宋代的皇帝对知识分子的一方苦心 他又不能说知识分子宋代知识分子地位非常高不能随便杀不能随便打骂 甚至都不能说这知识分子呢都有个性啊 他在这个皇帝说话的时候啊底下交头接耳这皇帝呢也不好 也不好说他们不好意思说他们但是呢就不高兴怎么办呢哎给他们弄一个冒刺儿 冒刺儿呢表面上看是对他们官职的品级的一个呃一个彰显啊对你这官越大给人冒刺儿越长呗 但反过头来你就不能交头接耳了 这皇帝在上面说话底下你就哪怕低头打个瞌睡都能够非常显眼的能看出来 而且更不敢交头接耳了所以呢这个就用这个所以也展示了这个宋代啊军臣之间的这种啊这种斗法也好这种这种关系吧挺有意思的 那带方巾的呢当然就平头百姓实际上这里只有一个没有功名的就是这个苏氏苏哲的啊父亲苏群啊就是穿绿袍子的这个站在苏氏边上的这位啊啊这个他是真正应该带方巾的那他边上这个带官帽的呢是苏哲了因为苏哲其实当的官不小当到苏宰相苏哲呢性格比较沉稳跟他的哥哥苏氏不太一样啊所以右边说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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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基本上说了一遍啊 那么左边最左边是曾谷这是最容易被人遗忘的啊所以他也是他跟那个王安石在最右边不一样王安石是因为性格最孤僻所以他背冲了大家啊他其实官当的最大但他不在这位他不是关系最好的他几乎跟这些人啊都有矛盾啊因为他的王安石改革啊这个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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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是从帽子来看 他们的时候没有帽称 但是他们有两个帽子的装饰的金 但也不是乌尔不一百姓的这种方巾 所以这个能够明显的看出来是旁代的服饰 所以这个服饰 中国古代服饰也是很有意思的 沈同文先生曾经专门花很大的精力 研究中国的古代的服饰 这也是很有这个讲头 好 我们说第三部分柳宗元 柳宗元他跟这个韩玉呢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河东柳氏 他爸是河东柳氏 他妈是范阳卢氏 所以说这都是大价 河东氏在山西 范阳就大概是北京河北这一带 世代三公九亲 唐代开国功臣 就是唐代的时候 这河东柳氏啊 有二十多人出将入下 所以唐代初年 所以呢 柳宗元就因为这个缘故呢 号称柳河东啊 就是那个时候习惯把习惯 放在姓氏之后来表达这个人 他呢 不光出身高贵啊 而且呢 二十多岁 就轻松的入室 这神童嘛 学霸啊 这很轻松 但是越是这种人 就贵族出身 又是绝霸 又是一帆风顺啊 呃 其实他自己 他的他的父亲 不当的官不大 但是他的这个 呃 而且呢 他经历过 他的家族经历 暗时之段之后 他也是 童年并不是说很幸福的 不是在密关里长大的 但是他跟韩玉 他并没有像韩玉那样 吃过很多苦 所以他的人生的特点 什么呢 性格特点当中 就是很清高 贵族 贵族气息很强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又在很年轻的时候 不仅是中进士 三十多岁的时候呢 他就入阁了 就是参与了这个 这个王淑文的这种改革啊 当时呢 这也叫 后来改革改革失败啊 他指这个改革啊 他永征革新啊 这次改革呢 也是针对的 呃 这个藩镇和宦官 但是呢 这改革呢 只持去了半年时间 一百八十多天 就失败了 失败之后呢 改革的这个 这些十 十个 主将吧 都被 下放 贬贬官 柳宗元呢 就被贬到了这个 永州啊 永州叫湖南 所以 就当了一个司马 所以这个 因为被贬的呢 王淑文 还有一个 王 王 王丕啊 这两个人是二王 然后还有八个人呢 叫二王八司马 这八个人里最著名的 就是柳宗元和柳 柳雨昕啊 所以他们也合称叫 二王柳柳啊 就是二王 就是王淑文 王丕 就是 这两个这个姓王的 他们是这个 永政革新的主帅 然后 柳宗元和刘雨昕 是 是 这个 两个人是好朋友啊 就写陆世明 那个 私事陆世 为物得心 刘雨昕 后来柳宗元死后啊 也是刘雨昕 把柳宗元 柳宗元把自己 所有的作品啊 手稿都 都 交给 刘雨昕 刘雨昕呢 编成了这个 柳宗元的这个 柳宗元集 柳宗元呢 这二王八四马呢 柳宗元是贬到了 这个永州当司马 后来呢 呃 当了十年 在永州当了十年之后 终于回到了长安 回到长安并没有被启用 反而是 又贬 贬到柳州 柳州就更远了 他从永州回到长安 走了一个月 在长安待了没到一个月 又被 下放到柳州 虽然给升了个官哈 不能说贬 但是呢 柳州这个地方 特别远 那就是当时少是民族所待的地方 所以呢 在这一待 待了四年 待了四年 最后死在了柳州 所以呢 叫柳柳州 所以这一届呢 我们就能够介绍就是 他柳河东 他是等于 这个世家出身啊 氏族出身 豪门大族出身 叫柳河东 最后呢 死在了偏远的柳州 当时柳州非常偏远 呃 所以这个大展呢 我就老穿插大展的一些内容 这是他们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他把这个 呃 按照年代 最上面是年代 然后把这些人呢 列在一块 因为太长了 我没法那个拍一个整的 所以就拍了这个头 就是只有韩裕和柳公园 所以可见韩裕比赌柳年纪大一些 但是呢 这上面有这个小红的 像那个彩带的 这个是 他们这个 呃 金榜提名时 就是他们 中得中进士的时候 啊 因为他们都有得中进士 然后他们呢 上面还有小黑的这个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这小黑的这东西啊 就是他们被扁关的时候 哎 第一次被扁关 一次一次被扁关 那到最后 苏苏是就特别 就一扁再扁啊 所以他们金榜提名 和这个 被扁关 都用这个红和黑呢 特意标注出来 就一目了然 这个呢 就是这个柳东元 被扁到永州 到了永州十年啊 是他文学创作的最高峰 做了永州八纪啊 这个 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小石谈记啊 至小秋西 小石谈记啊 小秋西 嗯 从小秋西行 百二十目 和黄竹 闻水生 如鸣配还 心悦之 啊 这个呢 就是小石 这很多人都会 都会 都会背啊 能够感觉到 就几句话之后 你就感觉到这个 特别清新 嗯 清澈透明的那种感觉 他所配的这种书法呀 这不是 这不是展品 但是是我从网上找到的 不知道谁写的一幅字 就能够感 但是很得这种 小石谈记的这种真传 不管是这幅画 还是这幅字 这幅画是近代的一幅 呃 陆元哨的一幅 这个 永州八纪的一个 一个水墨画 这应该是现代的一幅字 但是我专门找 找来呢 他就从 呃 这个 永州八纪 可以说是柳东云 开创了山水游记的先说 啊 之前没有山水游记 借山水呢 讲心情 而柳东云 基本上不讲什么 不像韩裕 他是属于 呃 马说 诗说 剑银 火骨表 都是这种 铿枪有力 像这个 呃 像长毛 像这个 像这个 枪头啊 这样的一个 很有力的这个文字 但是柳东云不一样 山高水长 这个清澈 清澈见底 这这种 呃 有很强的美感 不光是这个山水游记 如果只是山水游记的话 他可能 排不到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 呃 潜驴继穷 潜无驴 有好事的 传载一路 智则无可用 放之山下 虎见之 狂人大物也 啊 以为神 必临间 窥之 烧出 尽之 亦亦然 莫相之 啊 所以他这是一个 预言 而且这是全文 啊 这是全文 这个 很短的一篇文章 但是呢 也是 文一载道 啊 讲这个道理 所以最后呢 这个 现在 潜力继穷 等等这些 这些这个 都是出自柳宗元 之手啊 这些成语 所以柳宗元呢 也是一个 总统八大家当中啊 一个这个叫金句王 很多的这个金句都是出 这个成语金句都是出自他的 这个作品当中 但是他留下的 这是展出的一件文物 留下的东西就 就呃比较可怜了 这是一个叫龙城时刻啊 就是 呃别的都很断 这是什么文章 说不清楚啊 这里头有什么趋利鬼 什么出匕首啊 哪能看出这么个字 但是最后很清楚 原和十二年柳宗元啊 这是在柳州的时候 这个一块一块 这个柳宗元的这个 呃 悲客吧 这是叫柳猴子 柳宗元在世的时候 虽然被贬啊 但是呢 他在柳州 真的给老百姓 做了很多好事 我们当地呀 他连语言都不通 去的时候 这肯定是后头修的 他去的时候 肯定没有这么好的 这个房子 呃 这是他的这个词 他去的时候 连语言都不通 当地全是少数民族 而且呢 他去了干了什么事呢 第一 废奴 就是什么呢 当地人啊 都是这个 比如欠了债 欠了债就自己卖身为奴 甚至把自己家人都卖 卖身为奴 然后呢 他又没什么文法 没有什么教化 这一卖身为奴啊 自己这一辈子 甚至几辈子 都成了这个别人家的奴 奴服了 九宗元来以后呢 就跟这个美国的领培一样 搞了一个废奴运动 但是呢 他这个搞的也 不是那种革命啊 不是说直接给你翻身解放 这个做主人了 而是呢 你当奴隶可以 你可以按天折算成钱 你欠了多少钱 你就给人干多少天啊 干多少年 干满了多少年之后 有一个公寓的价格 这样的话 你干满多少年 给人当了多少年 这个奴徒之后 你就重新成为自由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特别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不管是债主 还是欠债的人 都觉得 因为只要你这个政策 是公平的 对吧 所以 大家呢 都非常的感念柳中元 到死后呢 这个柳中元就成了神了 他不光是他的文明器 他还有这个 就是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其实他是贬官呀 贬官 现在很多人可能就寓意不得志 就寓意而终了 他也是寓意而终 但是他给这片土地 柳中这片土地 到处都是他的这个 这个遗迹啊 比如他后来就成了神 他成了神以后呢 他就托梦给他原来的属下 就说 你把我葬在这个罗池 这 现在呢 刚才这个 这个庙啊 这个 有后词就叫罗池庙 也叫罗池庙 所以就葬在罗池 然后呢 现在这个罗池小月 就成了柳州八景之一 所以我们能看到 这个也不是古 不是古代的一幅画啊 但是能够看到 跟柳中元有关的 不管是书法 还是绘画 还是诗词 都是这种清新俊秀的 这种感觉啊 这是很得到他的 这个美感的这个 真谛 好 这是第三个 这个也是最后一件 介绍的文物啊 叫 栗子丹 栗子丹碑啊 也叫罗池庙碑 刚才说了 罗池庙 就是柳中元托梦 给自己属下 然后呢 在罗池呢 建了这个 建了自己的这个庙 因为他后来成了神了嘛 被当地老百姓送为神 他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废奴之外 还有 包括教当地的老百姓 饮用这个干净的水 这跟后来 苏氏啊 到了这个丹州以后 也是教大家取水 种地 然后这个开书院 这个开始这个教化 教化一方 所以这 这都是 其实是跟柳中元学的啊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柳中元死后啊 就死了以后 这个 这个 他这个罗池庙啊 二十多天就被修 修好了 就被当地老百姓修好了 修好了之后呢 这个立块碑啊 所以就请韩瑜 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啊 写了这样一篇这个 呃 寄到这个柳中元的文章 这篇文章呢 就 然后就刻成碑 立在了这个 呃 罗池庙前头 立在柳中元 辞的前头 后来到了宋朝的时候 苏氏呢 又 重写了一遍啊 又重刻了一个碑 所以这 这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这块碑的探门 也叫三绝碑 它就叫栗子丹碑啊 栗子丹碑呢 就是因为它的 前三个字 咱们中国的书法作品 呃 一般都是用 前几个字 作为名称的 也叫罗池庙碑 因为它是罗池庙 就是 古中元的墓 也叫三绝碑 三绝就是什么呢 韩瑜写的 写柳中元的 苏氏的书法啊 最后这个 课成这样的 这个碑 呃 所以叫三绝碑 虽然文物价值不是很高 因为它是碑客 不是手技 但是呢 它所承载的这个文 这个文化价值 非常高的 所以这也能够反映出 韩玉柳中元 他们的这个君子之交啊 他们同朝为官 而且呢 息息相亲 共同开始了这个古文运众 也能反映他们的这个 唐宋八大家之间的 这种一脉相承 文脉相承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最主要的是 他们的为官之道 为人之道 作为一种清流啊 被这个继承下来 所以说 呃 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在看展的时候 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在 从唐亚宋 那个时候的文人的 这种风骨啊 都说什么未尽风骨啊 其实我觉得 真的 唐宋的这个 这种风骨啊 其实是更值得我们去 呃 我们去推崇的一个 一个 而且是感觉是我们能够 摸 摸得到 因为他说很多文物啊 我们 见得着摸得到的东西 这个呢 就是 呃 柳中元的 我 我个人认为 最具有柳中元特点的一种是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灯灭 这个 最后这个你看一艘船 孤舟梭里翁 独掉寒江雪 这是他的一个 异境啊 这个江雪 所以体现了 柳中元这个人 孤寒高傲的一种 文人的品质 哎 一种清高 清冷的一种品质 所以 我特意选了一副 这样的一个 很清冷的 一副画面 作为咱们这个 呃 作为柳中元的最后一个 这不是展品啊 这是我 从网上飘出来的 我觉得 符合 江雪这首诗的 这个意境 啊 放在这里 好 这个呢 这是 这幅画呢 是一个展品 这是唐宋 这是唐宋八大家 这回三高水唐 唐宋八大家的 主题的 主题画 这是囚英啊 就是 明四家 啊 囚英 这个 明四家就沈州 呃 文征明 唐伯虎和这个 囚英啊 呃 这个 囚英的 这个赤壁图 就描写的是 苏氏 由赤壁 这船当中啊 这个小人啊 就是 呃 中间的这个人 就是苏氏 由赤壁 在这个船上 写的这个赤壁图 等于是囚英呢 呃 写的这样 就是画的 这样的一个画卷 这幅画卷呢 因为它的 呃 意境 所以成为了 呃 这次山高水长 这个 特展的一个主题画 我们到了以后 到处都能看到 这个 这个画 所以 我把这两部作品呢 连在一起 呃 也是反映一个 从柳宗园的 这个江雪的 苏州府里面 独掉寒江雪 到这个 啊 这个 苏氏 贝贬黄州啊 贝贬黄州 它做的这个赤壁库 大江东去浪淘 千古风流 等于是 这个 这个 是他的 这个创作 词的 创作的最高峰 淘宝派 词人 最高峰 所以 这种文风 这种胸怀 胸心 和他们的 这个 呃 做人 的这种品格 都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关系 所以从这些 呃 书法 绘画 这些作品当中呢 我们也能够感到 能够 能够感到这种 一种 呃 精神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 能够带给我们 呃 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 最宝贵的一些内容 好 那个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可能超了一点点时间哈 超了将近十分钟啊 就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呃 嗯 可以这个 呃 一个是咱们下周四啊 这个再见 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 呃 在这个 讨论区里 这个 这个发出来 我们 呃 下次开始的时候呢 可以做一个 做一个 一块的解答 好 这个非常感谢大家哈 啊 咱们这一讲呢 韩玉柳中原呢 就到这儿 下一讲咱们 继续这个 欧阳修 王安石 和曾果 啊 下一讲咱们再见 咱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